一说乳窑 原青花这种作品呢 就肯定会引起很多朋友的兴趣 昨天我做那个乳窑那个节目以后 我看又有好多朋友留言了 包括发一些作品的 因为对于乳窑这种作品的收藏啊 因为我们以往包括拍卖记录的这种高价 包括这个就是各种媒介的这种宣传的 很容易形成对藏家的干扰 因为为什么我跟朋友们说 就是挑选这类作品 你一定要从他的艺术角度去进行挑选 他问题就在这 因为你只有通过艺术的比较 你常常排除这些 就是社会上这些普遍的道听图说也好 包括各种的宣传这种公式也好 对你的干扰 你比如说 你看我在去乳窑博物馆之前 我以前曾经收藏的平底席 你像那种乳窑平底席 我收藏的时候 根本就没见过这种器型 这种器型啊 包括现在在咱们各大博物馆的典堂当中 都没见过这种平底席的器型 那当初我建这类东西 为什么我就买它了呢 其实判断它的标准呢 没有这么复杂 第一个就是说它的成型工艺 这个成型工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特征 你像这件平底席啊 我当初挑选它的时候 就看到它这个成型工艺非同寻常 这就是典型的乳窑的那种 邓尼没犯的那种成型工艺 因为你看我们从乳窑博物馆当中啊 拍摄的那个照片 其中有一张啊 就是那个瞎坡当中 有一件那个乳窑洗的那个残件 那朋友们就可以看那个残件 你看它那个残件了吗 在它那个截面上 没有一点那个截胎的那个痕迹 也就是说这种作品 当初都是拿那个逃犯 一次把它做出来的 那我看就是昨天在我那个节目下留言啊 就有一朋友啊 可能还说可能对我这个作品呢 有一些看法 我看他那个自己频道下面啊 展示了一件也是一件这个乳窑的评理席 你看他那件作品呢 明显的不是宋代的东西 因为你看他那很明显 他在那气底那那接胎痕 那这么明显的接胎痕 那都是明清以后的防品 所以你像这样的朋友啊 他拿那个东西当宋代的东西 那就是不明白他的成型工艺 从特征上他就看不出来 也就是说你像这种成型工艺 你看到你像这种平底洗 他明显的这是一体成型的 那就是乳窑的工艺特征 因为他那种做法 除非是现代啊 有了这些考古成果以后 现在的这些这个纺制的艺术专家啊 包括那些艺术大师嘛 他可能吸收的一些考古成果 那样做以外啊 以前的古代社会的人 他一直闹不清楚 宋代的那作品的成型工艺 怎么成型的 因此你像那个清代 做的那个仿宋代的 贯尔平啊 都显得特别笨拙 你跟宋代的作品一比的话 那简直就显得特别笨拙 包括那个雍前世青的作品都一样啊 都没有那个宋代作品的那种 俊秀和灵巧啊 另外啊 就是这个乳窑的这个右色啊 尤其是这个清凉寺窑口 这个乳窑作品的这个右色啊 也是这个验证的一个标准 因为你像我们现在 作为普通厂家收藏啊 咱说句这个最通俗的话吧 除非是有那些大的买家 大的拍卖行 出高价要买你这件作品 他有可能最后牵扯到 做这个科学检测啊 来验证他的真伪 你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很少有这个藏家呀 就是每一件作品都去测一下真伪 你像这么点的器物 你在这个器物上给他打个眼儿 那基本就这个东西就 属于就破相子 因此我们对这类作品的比较呀 还是经常用到的 就得靠他的这个经验 你比如说你靠他 观察他的成型工艺 他的材料啊 包括他这个右色 你比如说啊 对那个乳窑 淡天青柚的那种 右色的那个验证啊 你看他那件作品的 那种淡天青柚啊 其实我们看到的那种右色呀 那是咱们北京故宫啊 公布的这个乳窑啊 在不同的变化当中 其中的一种右色 也就是说他那种右色 就是在一般的这种日光灯下啊 就是在室内的日光灯下拍的那种乳窑的右色 你看他那个淡天青柚的那个右色呀 你和那个就是咱们河南考古研究所啊 公布的就是从乳窑窑址当中啊 出土的一件那个淡天青柚的那个乳窑戏啊 它们之间的那个右色应该是同一种右色 但是这两种作品呢 你放在一起比较的话 这两种作品在不同的光线下 它有色差 你像那个河南考古研究所啊 它公布的那个乳窑戏的那个右色呀 那是在这个日常的光线下拍的 那么这种淡天青柚啊 你看在那个乳窑博物馆当中 只有这么一片那个磁片 那我们是从肉眼能够看出来的 我们肉眼能够分别呀 它在这种不同的光线下 它那个本来的颜色是什么样的 但是你拍出来就不是你眼睛看到那种颜色 你像那个乳窑博物馆啊 它那个霞窑当中那块残片 那是淡天青柚的那个颜色 你像那个乳窑博物馆啊 这件就是说霞窑当中的残片呢 其实就和那个河南考古研究所 公布的那件乳窑博啊 是相同的那个右色的一种作品 但是你看这两件作品 包括和北京故宫的这件作品 它就不一样啊 其实这三种作品呢 都是一种右色 但是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下 就表现为是不同的那个色调 那么这种不同的色调啊 你想和它保持一致 你必须是它那个窑口出来的那个东西啊 就是它那种淡天青柚啊 那种色调跟它是一个色调的作品 你才能跟它对得上 你比如说你要拿张公向遥那个作品 你跟这几件作品对 它肯定对不上 包括现在的房片也一样 你比如说我给朋友们就举一个例子 拿我自己收藏的一件这个乳窑 淡天青柚的鼻喜啊 咱就我给朋友们做一个这个实验 就做一个这个试地啊 就怎么来印证它这个右色的这种特点 是不是能跟那个窑口里的东西能对得上 你比如说呀 你像我这件这个乳窑的这件淡天青柚的鼻喜啊 我在这个日常的光线下 拍出来那个照片 就是不用任何的那个人造的那光源 就靠外面的自然光拍的 你看它的右色 就跟那个咱们河南考古研究所呀 公布的那个 从窑脂里出土的那件乳窑喜啊 那个右色基本就非常接近 基本就是一个色调 那么这两件作品放在一起 一比较的话 很明显就能比较出来 尤其是它那个肌肉的地方的色调 就是肉的那个浓重程度 差不多那个地上的色调 基本一样 包括它那个右光也是 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看老光 你像这种乳窑的这种右光啊 它就是带有那种预质那种温润的感觉 它不透明 不像现在那个乳窑作品呢 表面有一层那个玻璃质感特别强的那贼光 所以你看这两个作品呢 都是在那个自然光来光的位置 反揣那右光 你看 这就是特别温润 这就是乳窑那种所谓那种老的那种右光 那你看这件作品呢 就这件乳窑戏 我在这个室内啊 你比方说就按照这个北京故宫博物院 它那个玄文三珠鼎的那个光源啊 就是在室内普通的那个日光灯下拍那个图片 你看它反拍的色调了吗 那右色就跟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件三珠鼎一样 你看朋友们看出来这种对比的吗 这就是同样的一种右色 甚至连一点色差都没有 包括那件我自己收藏的八方玄文灌尔屏也是一样 那灌尔屏开冰裂纹 你看它那冰裂纹那右浓重的地方 那右色 你看跟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些玄文三珠鼎一样不一样 基本都没色差 就是在室内的普通的这个光源下拍出来这个照片 就跟它的右色对得上 而你在那个暖光的色调下 你比方说像那个乳妖博物馆陈列的那件 霞锅内的淡天青柚的那块残片的 它那个上面那个照射的灯光就是暖光 就是所谓暖光就是发出红色的那种光源 那你像我自己收藏的那件乳妖鞋 包括那件八方玄文灌尔屏 你看它们在那个暖光的色调下 反出来那右色 你跟那个乳妖博物馆霞锅内那件淡天青柚的那件残片 你看一样不一样 对吧 这么一比较就比较出来了嘛 对吧 为什么我说我这个东西 我收藏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窑口肯定是对 包括这种最名贵的淡天青柚的这种色调 你必须得在各种的条件下能验证出来 为什么我这次去乳妖博物馆呢 因为就是我开过那课呀 我好几位朋友 就是想从我这买这个乳妖的这个洗油 因为我在课程当中给他们展示过一些 我也放了两件楼 放完以后 好后我看都想要 都想要 我没有这么多这个东西 我就跟他们讲 你们啊就稍微再传传 传传我 你们现在也不明白 他这个东西怎么见啥 我给你们 你们也不见头能拿得住 当时我就 就想就是做一下这个节目 我说去那个乳妖博物馆 我做一下这个节目 给你们讲明白了 你们愿意要再要 我给他们都是很低的价格 没有像外面狮子大开口那样要 因为我这东西 我自己收藏的那个东西 我见到的东西 就跟我以前说的那个情况一样 见到此类东西 我买的就多 所以给他们就价格都很低 所以你像这种验证啊 你比方说 它那个乳妖啊 你真的是那个清凉式窑口的东西 它必须都能够有这种 互相能够验证的特性 你像那个其他窑口 那个包括那个乳妖周边的窑口 它那个烧出来 它那个色调没有跟乳妖完全一样的 是吧 因此你像这种情况啊 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 就是说对它的这个成型工艺 你比方说对它那个右色 你得互相能够验证 你才能最终确定 它东西对不对 你像我自己啊 在去乳妖博物馆之前呢 对吧 你像我选这些作品呢 都是按照这个 现在已经发布的 像那个北京故宫的那个标本 包括那个河南考古研究所 公布的那个右色标本 买这些东西的 买完以后 你看你现在跟瑶石提取的样本 你走了一圈以后 你提过来的一些样本 跟它一比较 就能明显的比较 就是一类东西 是吧 这东西 你谁说你都不怕说 所以这东西为什么说 这个古董这东西啊 就展示就在这 因为这东西 它就是这样 不像有的人啊 说的这么神乎其神 你比方说 就昨天我看 还有几位朋友 就提那个了若陈兴 那个了若陈兴啊 在台北故宫公布的那个乳妖 右下的那种那个气泡形态啊 那是拿200倍放大镜 拍出来的图像啊 也就是说 你真正拿肉眼观察啊 它那比那个东西啊 得塑小200倍 你看得见吗 那塑小200倍 那得多小的那个景物 你能看得清楚 而且能看出来 塑到你眼睛 都看不见那程度 还能看出来它折光 那不就是 说的有点神乎其神的吗 那没法验证 像那种特征 那验证不了啊 那你像我跟朋友们说的验证方法 你比方说 我没动仪器 没用科学手段 就凭它的成型工艺 对吧 看它的右色 对吧 看它各种的艺术表现 最后我们就能跟它对得上 那你像这样的作品呢 你现在 做的一件乳妖喜啊 轻则就得几万块钱 做的好的 都得上十万几十万 所以你像我现在给朋友们 就展示这个作品了 你做出来那几十万的那东西 它都不敢像我这样 这么验证 就在不同的光线下 就跟那个典藏的 跟博物馆的那些藏片 进行验证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说 我们收藏这类东西 你不能听故事就在这 所有的故事 它没有几个亲身经历 这个就考古发掘 亲自就是观察 或者是处理这些事物的那些人 从那些人嘴嘴说 那就是道听途说 胡说八道 居多